你怎麼會在台北的海洋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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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金英棟 我從台灣來 台灣事實上是一個海洋的一個島嶼 一個小的海洋島嶼 但是它是非常多元非常漂亮的一個島嶼 那我出生在1953年 那我的成長背景 是從一個台南市一個古老的一個城市 所以這對我後來的創作都很有影響 因為我從小就一直撫摸著古老的牆壁 斑駁著牆面在走 甚至我常常到海邊去看 去看海的那些感覺 所以我很多的創作 都是做海洋的這些東西 我的創作事實上是一種非傳統的 也不是學校學院的一種技法 而且是這些東西都是我自己 我自己因為喜歡它 然後我自己去把它創造出來 尤其是色彩的方面 我使用很多的送結油在油畫裡面 所以這些顏色它的層次是非常的多 是一層一層慢慢積累下來 它有點像濕的感覺 是一種很迷人的 它所散化出來的那種顏色 它不是那種太強烈的感覺 它是從裡面慢慢慢慢出來的 我大概這六七年來 我選擇的這個關注的這個元素 是能量 我怎麼去把這個能量傳達出來 那我這能量裡面的元素 我選擇了錢跟愛 這兩個有形跟無形的一個元素 那錢跟愛呢 它蠻有意思的 它都是一種流動的一種 錢如果只放在銀行來 它是一個死的 如果愛沒有付出行動 它也是死的 這兩個東西它都是要靠流動、付出 所以我把錢跟愛這樣子的 做了一個結合 來講能量的一個分享 例如我在表達三的時候 我用了很多錢在裡面 它就變金三銀三 變素的時候 我可能有愛心的素 那五餅二魚 這個作品裡面 它有兩條魚有五個餅 它也是在展能量的分享 也展了這麼長的時間 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進入德國 進入歐洲的一個展覽 那這個展覽裡面 我拿出來的這些作品 也都是我近年來 能夠代表我所表現的一些作品 那我希望這個作品能在柏林 帶給柏林的參觀者 能夠感覺到 可以了解到台灣的一個狀況 台灣的藝術家 他們對這個藝術的一個認知跟理解 為一個是香港的一個人 那是香港的名義 還有一些出品 都是香港的 salud 涉及領滅 一份是香港人 各 第五這段 詞 小事 在五千